第四课 一百五十八 你怎么八点半才来 一百五十九 真抱歉,我来晚了 一百六十 半路上我的自行车坏了 一百六十一 自行车修好了吗? 一百六十二 我怎么能不来呢? 一百六十三 我们快进电影院去吧 一百六十四 星期日,我买到一本新小说 二 绘画 对不起,让你久等了 我们约好八点 你怎么八点半才来? 真抱歉,我来晚了 半路上我的自行车坏了 修好了吗? 修好了 我想,你可能不来了 说好的 我怎么能不来呢? 我们快进电影院去吧 好 刘京 还你词典 用的时间太长了 请原谅 没关系 你用吧 谢谢 不用了 星期日,我买到一本新小说 英文的还是中文的? 英文的 英文的,很有意思 我能看懂吗? 你英文学得不错 我想,能看懂 那,借我看看,行吗? 当然可以 四 生词 对不起 让 久 有 财 抱歉 坏 修 电影院 小说 约 可能 还 用 原谅 没关系 英文 借 电梯 支 收录机 弄 三 六 练习 五 听术 我和小王约好 今天晚上 去北京饭店跳舞 下午 下午 我们两个人先去友谊商店买东西 从友谊商店出来以后 我去看一个朋友 小王去王府井 我在 我在朋友家吃晚饭 六点半 我才从朋友家出来 到北京饭店的时候 七点多了 小王正在门口等我 我说 来得太晚了 真抱歉 请原谅 他说 没关系 我们就一起进北京饭店去了 六 语音练习 一 常用音节练习 学生 留学生 圣诞节 冬天 活动 懂事 二 朗读绘画 妈妈 现在 我出去看朋友 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 晚上十点多 太晚了 我们有点事 您别等我 您先睡 好吧 别太晚了